那甲呢 本來有 丙跟丁女 兩個小孩 那他在之後呢 才遇到了怡女 那這個時候怡女呢 因為他沒有 收養他們 所以他們兩個只是姻親 比如說丙跟丁對女來說只是姻親 那 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們最後還是離婚了 所以 就是 這邊的話就比較特別 考題就已經在講他們的財產 那第一個他贏的話 有一個 480萬的 套房 那這個時候因為1017條呢 他不是 婚前財產 但是呢 他裡面有個債務 20萬的遺產稅 他是在計程中取得的 所以基本上1017條 他也不能用 所以就不會包含在 正義財產分配行程裡面 好 那這邊重點就來了 假呢 他用自己的財產 不管 其實這邊1023條不管是婚前財產 婚後財產 去取得 去清場他方的婚前債務或婚後債務 anyway都不重要 1023條都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稅依照311條 民法第3人清場 這個稅就消滅了喔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債務 也就是用1023條的一個 一個新的20萬的債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可以算入1017條裡面 他這個時候絕對不是婚前債務 所以這很重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假也因為1023條 他取得一個20萬的 20萬的 債權 這時候用1017條 他也是可以 包含在婚後財產裡面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他害怕就是 他去偽造了有利於勿男的遺囑 然後在假死亡前 被遺女撕破嘛 然後 低女的話就對他懷恨在心然後去 重大侮辱遺女 然後假男就 表示他不可以棄成財產 那這個部分 我沒有寫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今天要講的還是 不是繼承的部分 我們繼承大概下個禮拜才可以講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不講 那 那接下來你看完這邊呢 因為這邊其實都是1045條的東西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賈男在婚後第四年死亡 那他那個時候 婚前財產呢 原來有60萬 然後變成了 960萬 所以你要扣掉 事實上只有900萬呢 是1017條 可以適用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姨女呢 有點亂 好英女呢 他還有一個 80萬的租金 80萬租金所得 是 呃 知息 所以依照1017條 應該是 第二項的部分吧 我覺得 我覺得是第二項 的部分呢 他可以 就是當作 婚後財產 OK 這個部分的話 就很簡單吧 好 那 那 可以看到 我 就是 緊緻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剛剛在講那個部分 就1023條 好 那 一樣的 可以看我前面這邊 在講的 就是其實我也是 我其實很習慣 標題我就把答案寫出來 因為 不論我之後 在寫 韓色的時候 多沒有時間 我可以寫 儘快快 然後把關鍵詞寫出來 老師都 知道我想要表達什麼 因為 他前面已經看完我的標題 而且人在看 文章的時候 已經是 看前面的東西 最 最有精神 那看到最後我就不想看 所以你前面寫多一點 我覺得反而對你會有好處 好 好 那 我前面的話就是 依照1030條之一 與食物跟通縮 保障生存配偶 見解加死亡呢 屬於法律產品消滅的原因 那 這部分的話就是 只要你 只要裡面是死亡 你一定要提這個東西 你不可以不提 而且你一定要提說 你一定要提說的是 食物跟通縮保障生存配偶的利益 你不能說通縮見解認為可以 你一定要把他的理由寫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好 那 這邊寫完以後呢 就假救900萬的婚後財產 跟 跟依照民法1023條 代為繳納的20萬債權呢 這兩個加起來的920萬 看我的標題就已經把 裡面的東西都講完了 就920萬的剩餘財產 還有民法呢 還有那 以的話就是依照 1017條的80萬 適合婚後財產的 租金之息 然後並扣除 民法1023條對於假的 債務的 20萬債務 60萬剩餘財產 差額平均分配 然後也可以請求410萬的剩餘財產 基本上我這邊就已經把所有東西都講完了 所以說 我還是要說就是 標題其實是最好的 你把標題當剪答 寫我覺得對你一定是有好處 好 那就是看我的小 就是 前面下面的那個 就是 敘述 其實只是把 前面的東西再講得更多 然後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看第一段 就是 1030條的一個 罐頭寫法 就是他要怎麼算 然後算出來要怎麼 怎麼處理 對 好 然後呢 因為這邊的題目呢 還有 講到1023條的 真點 所以我裡面有把1023條的東西 拿出來講 對 就1023條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要怎麼用 好 然後接下來就本件 在這邊的話我就不寫 呃 實際上面要怎麼樣 去寫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 就你看完我的東西 就大概知道我裡面要寫什麼 請你一定要在寒色的時候把 要件寫出來 你只是把要件換成 就是具體發生的情況 比如說假死亡然後 假死亡發生 攝影召喚的請求權 法律善的消滅 所以依照多少多少 1030條之一可以向 就是假請求 攝影召喚的分別請求權 然後假之財產為多少多少多少 依照米法多少條 你可以適用 然後你就把它算出來 所以基本上 寒色 寒色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關鍵字寫出來 好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86年律師 是 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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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忠祐 86年律師呢 就是 這題也是很有趣 賈跟姨呢 他們兩個結婚 但是呢 她沒有辦你結婚登記 但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86年的時候 結婚 並沒有 並不需要結婚登記 去疑似婚嘛 所以那個時候 一到九二八十二條 她還是有效的 所以我這邊是以 我題目的解題方式呢 是以就是 賈那個時候 賈與他們之間 離婚 結婚有效 但是他們後面 可能沒有辦你離婚登記 離婚無效 但是其實 如果前面離婚登記 前面沒有離婚登記 然後那個時候 依照疑似婚 雖然有效 那後面需不需要在 離婚的時候做離婚登記 基本上是有爭議的 那學者之間跟食物還是認為說 你必須要用登記 好 那 這個時候他們之後發生1049條 但是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姨女呢 又跟秉蘭呢 結婚 那這個時候結婚 他並沒有講什麼效率 但如果 這個時候 如果他們的婚姻還存在的話 我們就會用988 第三款 無效 好 然後之後呢 他們之間生有一個小孩 釘子 這個時候釘子比較 應該不是 他們之間的小孩 因為他在 他在懷孕的時候就跟他 離婚了 欸 不得不得 好 我畫錯了